其實應該也不用麥克風了 那我先介紹一下我自己 有錄影不曉得你最好用一下麥克風 對對對 這樣子聲音會比較清楚 你不用在那邊嗎 就一樣在位子上拿麥克風 對 但是這個CAMERA需要照到 你不用照到人 因為主要是聲音而已 大家想看 如果我會想多尿醬 沒關係 因為我有打過比賽 這個你看就好 各位AI高手好 今天很高興有這個機會 能夠到讀書會裡面來分享我們 AI-DR人工智慧共創平台 那我先介紹一下我自己 我名字叫Silicon 因為名字叫Silicon 那我基本上是在工研院做人工智慧產業分析師的 但是我的另外一個角色呢 是幫這個AI-DR這個平台 作為企業的一個聯繫窗口 那AI-DR是什麼東西呢 我們從兩年前的經濟部會 委託我們做一個市場研究 他們想知道說人工智慧這個技術 在台灣大概可以做什麼樣的項目 我們可能譬如說要避開國外的強注 那台灣又有什麼樣的強注 那請這個工研院這邊去做一個市場的先起的分析 那分析出來結果以後呢 工研院就跟這個經濟部提報說 好 我們應該做一些技術研發 那是哪些技術研發 比如說第一個 我們有人工智慧的製造應用 那製造應用 比如說他可能有製程分析最佳化這些 那他可能是比如說像晶圓的產業他會用到 那產線資源智慧調配這種可能跟PCB的產業 他可能是比如說少量多樣 他可能100多個站點 他要去做一個最佳化的調配 去降低那個機器IDOL的時間 那還有就是工業機器人的這個應用 這個可能會像這個水母精產業 你怎麼把老師傅的手藝去copy到工業機器人身上 那再來的話就是工業視覺的應用 台灣本身電腦視覺就很強 所以工業人就提議說 那我們把電腦視覺把它放到一般的AI檢測上面 但是再加上AI的功能 我們去把這個容錯率提升 那基本上的話可以讓後面 一般的AI產線後面 我還要準備很多的人 用眼睛去檢查那些force alarm的狀況 那這種狀況我們都可以減少 那再來智慧的服務業的話 可能就是主要是商務應用 比如說無人商店 零售的部分 還有智慧醫療 那智慧醫療目前來講 工業醫療大概著重在這個乳癌 跟這個糖尿病黏體鏡的檢測 那因為Google也做嘛 那工業醫院做的話 其實他最後要求就是你要打通整個產業鏈 比如說點算法出來你要找到易財產商 然後把他整個鏡線有的眼底鏡 最後你要透過這個整個的基層醫療院所 附件到眼所的醫療院去 所以讓這個糖尿病的病人 可以在家庭醫師那邊 他就做眼睛的檢測 確定沒有眼部病病 否則糖尿病一般來講 你發覺到眼睛有問題 再去大醫院排時間去看眼底鏡 通常都來不及 然後第三個部分是智慧文字問答系統 這個主要跟客服系統有關 最後一個經濟部問的一個問題 他就說那請問一下 就是關於傳統產業 中產系列其他的行業 你們要怎麼去幫忙他們做產業AI的話 然後我們就推了所謂的一個AID來共創平台 AID來共創平台 AID來共創平台 他的概念呢 其實就有點像國外的Cargo 各位如果有打比賽的話 大家就很清楚 但是他跟Cargo有一些不一樣 那我們去找這個國內的產業 他們大部分都沒有AI應用技術的經驗 所以我們問他們有什麼樣的資料 還有什麼樣的問題 比如說台灣大車隊從來沒有用過AI技術 他跟我們講說他們想要去解決 台北市載客需求預測的問題 那我們就問他你有什麼樣的資料 他有很多很多的GPS的載客資料 那也有就是有上課跟下課 就是110這樣的一個紀錄 那我們就說好 那我們就先做一個小型的區域 比如說我們把內骨區這塊切出來 因為內骨區的預測是相對來講最難的 內骨區白天很多人上班進去 晚上很多人離開 那他們對於那邊的載客需求預測 基本上是比較難做到的 他們之前也有找同期做了載客雷達 但是不是很理想 那個跟UI的界面設計有關係 那我們就把這個題目切出來以後呢 我們做了一些整理 十幾億筆的GPS資料 最後過率只剩下600萬筆 那這600萬筆 我們又把內骨區切成5x5 25個的地理方塊 我們去掉那些人口不密集的 剩下只剩下9塊人口密集的區域 那其實我們只要預測這些區域就有意義了 那回過頭來 我們就把我們的資料 我們從這個台灣大車隊那邊 拿到的這個資料大概是兩年份 那我們就簽第一年出去做這個training data 第二年留下做testing data 那接下來我們就請這個 到時候要參與比賽的人去問說 比如說1位2號下午5點鐘 台灣大車隊的這個計程車 要在某一個區域裡面 他的客戶他的這個債客需求是多少 請他把這個預測的曲線做出來 OK 這是基本題目設計 那我們這邊的話 有一些比較特別的服務就是說 第一個我幫你做consulting 把這個題目設計出來 第二個的話就是說 我會去跑一些baseline 我可能有一些很簡單的machine learning 跑兩個禮拜 那大概有一些五六成的好的預測結果 我就知道可能我放出去比賽三個月 應該會有一個不錯的結果 那這個時候我們才敢把這個題目上架 那當然我們還做了一些像趣事別化這些的東西 譬如說像有一些跟各自有很大的關係 那些我們都要做特別注意 製造業對於他的整個製造程序的先後順序 還有他的實際的內容他們也很敏感 所以我們通常要用這個帶領的方式 那我們把這些資料放上平台以後呢 另外一邊的話就有學界新創 還有可能就是一些解題者他們去下載 那目前來講我們平台大概有1800名的註冊解題者 目前還在增加 主要跟這個教育部的大型競賽 我們在校園有做roadshow有關 那另外我們也去一些比較 就是特別的場合去推廣 希望能夠就是增加大家上來比賽 那這些人呢 他其實download資料以後 他就下去建模型 然後呢根據我們的要求 我們會設一些template 請他們把這樣預測分類異常政策的結果 把他丟上來 丟上來以後 我們去跟真實的testing data一比較 我們就知道誰預測好 誰預測不好 這各位都是專家 那最後的話 其實像我們一般來講的話 通常我們最後的就是說 可能把比如說解體好的前景 介紹給這個初體發 然後他們再去進入不同的合作 那這個模式的話 是我們最早的模式 所以我們大概去年上了8個的產業題目 有石化業、有零售、有運輸的題目 那還有學術型的題目 還有工藝型的題目 那今年第一個上來的題目是影像辨識 我們跟疾管署去談 疾管署希望在南部登革熱房子 他可以有一個影像辨識的演算法 放在比如說手持裝置裡面 他可能掃過一片的區域以後 他就可以確定 這是哪邊有寄水容器 這是哪一類的寄水容器 因為寄水容器分14類 那他就可以直接派人去定點 把這個寄水容器處理掉 他的第二階段應該是明年會上的題目 他是要打算用空拍的方式去解決 因為空拍可以處理人面積更快更大 對 那像這個是屬於比較學術跟工藝型的題目 那另外呢 我們現在也在承辦一些大型比賽 教育部去年跟今年的AI Cup的比賽 是在我們這邊舉辦 那這個AI Cup的話 他主要是有像生意論文的自動分析 然後他的觀念結局 或者是說像最近剛上來一個比賽是新聞立場的檢索 他可能去設計很多很多的這個新聞把他拉出來 用人去標註他的這個正反面的這個意見的強度 然後呢最後再丟一堆的這個資料請你去判定 他關於某一類的意見 他的強度是強或者是弱 這是教育比賽 另外我要特別提的就是說 今年IEEE的ICIP 9月22到25號會在台北舉辦 那這個AI的三大神之一 對對對 其中一位會來做這個Keynote的Speaker 對對對 就是你加入社團的時候 會問你某一個神經網路是誰發明的 就是那一位 對對對 他會來這邊deliver一個Keynote 那這個上行比賽 上次有來過 對不對 我不知道抱歉 那我知道這一次是特別發揚 這次是你們辦的嗎 不是我們辦的 他是台灣有一整個的學界的主席團成辦 所以他可能是各個大學的幾個教授 所以跟你保持關係也老到標 因為當時台灣的學者發覺到就是說 現在比打比賽是一個流行嘛 但是他希望能夠說比賽地主國可不可以出一個 對 那因為現在總共最後的申請總共只有四個 中國就有兩個比賽 然後一個是美國跟土耳其還有一個是印度 那後來就是主席團那邊就是找了我們 我們現在也代表地主國 我們出了一個比賽在上面 而且是有獎金的 第一名是大概三千美金 第二名兩千美金 第三名一千美金 那這個東西最主要就是說 他還開了一個特別的路徑 你因為打這個比賽 而寫paper 而如果你的成績不錯的話 你的paper是可以視同IQOE的論文做正式發表 到時候我們在IQOE網頁是直接可以連結看到你的論文 所以有的人你是可以一邊發表論文一邊打比賽 對 那我們現在還有一種解決模式 就是我們去支援教授開課 那有一些題目我們會獲得這個出題方的同意之後 我們把它來做教學應用 那譬如說像有一些教授 他可能看到某一些資料 幾適合他來教學的時候 那我們就支援他 譬如說他可能開一個環境有21個帳號 20個學生他就做比賽 一個帳號做所謂的這個管理帳號 可以從後台來看 那通常教授就是集中稿之前 他把說該交交完 那剩下來的就是集中稿之後 他就讓20個學生進去比賽 最後相對排名就是你的相對分數的排序的方式 對 那我們現在也看到有一些企業嘗試者 可能會用這種方式就是希望能夠內部員工 也去加入他們比賽 然後想知道內部員工的能力 跟這個外部解敵者的能力 大概譬如說是不是想到做一種這樣的測驗 那我們這邊也支援教育部的一個 所謂的應用領域的系列課程計畫 這個是從教育部那邊觀點 他就根據各個AI的技術 回過頭來某一類的AI技術 可能要教授哪一類的課程 請各個學校幫忙把這個課綱訂出來以後 然後要求各個學校 你要在裡面去看你的相對應用課程 所以我們也會支援這個整個的課程計畫 那我們現在也在做一件事情 因為我們發覺其實用 假如你用競賽的方式 其實你也可以做真材 那有一些大型的集團公司或者是實驗室 他因為目前可能虛財非常的多 他可能要一個batch就是10個人20個人 所以我們現在在推一種方式就是說 我們可以協助做資料準備做比賽 那最後的其實deliverable並不是說去做bench making 而是說比如說打比賽的前十名 我保證你一定有面試的機會 那同樣的另外一邊的話就是說 這個集團公司那邊的話 那他們這邊的話必須要去安排這後續的面試 那以這個作為一個誘因來提供給競賽者 那我們現在也嘗試在一些比賽裡面 去加入我們自己有的這種廠商贊助的方式 有一些比賽的話 其實企業出題方他並沒有提供獎金 但是我們現在嘗試 因為中華電信這邊他有給我們一些贊助資源 所以我們就設定一些獎勵 譬如說像有的題目你可能進去看到 第一名他給的是10萬點 High Cloud Computing Resource 就相當於10萬塊的 Computing Resource 那第二名可能是5萬塊 第三名5萬塊 有些題目甚至如果覺得差距不大的話 我們還會給加做 對加做可能是相當於5萬塊的這個運算資源 所以歡迎各位高手就是上去就是來這個嘗試 就是做我們的題目 希望給我們的題目帶一些刺激 對看一下高手的境界 那最後這邊我share一下 就是台灣的AI能量 其實我們大概目前來講 登記了1800位的解題者裡面 其實可能有8組是學生 那我們自己剛觀察到了台灣的AI的能量 還是在快速成長 2016年我們做這個策略規劃的時候 台灣相關有開這個AI課程大概有157個教授 然後2018年我們現在做一個盤點 已經是近400位教授 大概是44個學校都有參觀的課程 那我們如果再看那個教授的分布的話 大概台清教程四個學校就占了總數的三成 那我們再從科技部的計畫來看的話 近三年相關的AI計畫大概有652個案子 那目前來講 因為他可能比如說有醫療的 那有一些醫療他也許本身沒有AI的技術 但是他也會從Domain Knowledge的觀點他去潛入 所以目前來看大概有80個學校 但是參與科技部的相關的AI計畫 所以我們目前看起來的話就是說 以這個台灣的AI的解題能量的話 學界來講這部分還在不斷的擴充 但是相對來說的話就是 你從學校學的這個部分 可能還需要一個比較實際的這個領域 然後你來這個做一些競賽去學習一些東西 然後相對來講的話可以成長很快 那像各位讀書會 基本上我們是認為各位是個高手等級 對 我們希望就是各位能夠參加我們的比賽 然後獲得一些比較 讓我們比賽能夠這個豐富一點 那個performance可以好很多 各位有沒有什麼問題想要問 關於我們平台的 比如說我們某一些題目的 特定的這個整備經驗 因為有錄影啊 不能說的我就不能說 可以說的話就可以說 我們可以錄影先卡掉 也可以啊 你把錄影卡掉的話 可以講一些不能說的 你這個平台裡面哪一包收起來 我們現在來講的話 我們去跟企業收 目前為止我們只收一個上架費 但是如果他的資料很複雜 那我們可能會收一個 就是所謂的資料整備費 對 那上架費 目前原則來說的話 就是可能以10萬塊為一個單為一體 這個是原則 假如我們不算資料整備的那個部分的費用 上架費是以10萬塊為總 但是 學校的老一像你這種 譬如說是跟學校一樣 你下一頁不是有跟學校 是 不是 你剛剛不是說什麼學校開課 然後那種的 學校開課的這種解決模式 目前學校開課的模式 我們並沒有收錢 那你不是說 會可以把這個模式apply到公司內部 譬如說不同的團隊不同的人去做那樣子的 他的形式可能是比如說開一個比賽 但是公司裡面特別講說 我有五個員工 你另外給我五個帳戶 那到時候我在列名的時候 我對外列的時候 我不會包含那五個帳戶 但是公司他看的時候 他要這樣那五個帳戶就相對排名 喔 OK 就是說你一樣是open 但是你有特別的帳戶 就是這兩個人 你可以分開台列 含不含該公司員工 各位有什麼問題 還有沒有什麼問題想要問 QiPod QiPod 資料可不可以share 可以可以 可以 在這邊 AIDA-WEB.TW 各位手機也可以上去看 沒有問題 我們現在所有的 有的比賽都在上面可以看到 我們還有一些新的會陸陸續續上台 對 我們今年大概起碼要做實際的 對 然後我們還會上一些 因為我們有一個任務 是要去開發各個不同產業議題 所以我們也會去碰一些比較特殊的 像農林語物 對 所以我們要去把議題開發出來 都有一個問題 像這Data是企業提供的 是 那Solution是參加競賽的人提供的 是 那比賽完之後 這些提供Solution 最後的Copyright所有權 還是參加競賽的人的 是 是 你丟上來的只有 那個按照Template的 預測分析的 分類的那個結果 沒有 就跟Techo一樣 你並沒有把你的Chrono丟上來 所以如果企業覺得 他這個Solution不錯的話 你們會當中做一個媒合的動作 是 那你們媒合有沒有充成 目前沒有 因為其實後面合作的方式 我們也很難掌握啦 他可能是譬如說 買斷 他可能是Contract 或者是 對我們來講其實 媒合本身就是一個KPI 對 那有可能我們將來 也許會比較Cocko 如果有獎金你記載 我們可以從獎金裡面去考慮抽成 對 這是將來如果說 這個平台可能進一步去考慮收費制度 想辦法做到自給自足的這種狀況下 那才會往這個方向發展 但目前來講 因為這是經濟部技術處的計畫 所以對我們來說的話 其實最主要是去開發那個產業 然後想辦法就是讓這個AI的需求者 跟這個演算法的供給者 雙方可以有一個平台去對起來 我們其實在跟企業談的時候 主要都會建議 比如說第一個 你可能某一個特定的領域 你目前還不知道是不是要去投下去 那我們嘗試著做做看POC 用這個平台試試看做POC 如果做的結果不錯 其實這就代表 你可以做一個重大的投資下去 這是一種方式 那另外我們也跟很多的企業談 比如說他可能有大數據處 他有AI處 他一年就是 他也許只能處理5個case 但是公司要他做10個 那這時候是不是有可能 把另外5個release出來 我們找一些外包的強者 那這些強者最後他演算法丟出來 還是透過這個公司的大數據處 AI處 把他整合進你的這個 比如說IT系統 最後做翻證程度區 這是一種考慮的方式 那當然啦 如果是一個公司很核心很核心的這個 這個演算法 你應該不會丟到這個平台來 因為畢竟這是一個半公開競賽的平台 有什麼問題 現在應該大多數參賽者 應該會以學校裡面的成員區多 學生為主 而且很多學生他是上來就是 等於是打怪電話 我們慢慢的有一些題目 也會提供一些基本的kernel 讓學生去可以下載 也就是說你即使完全不知道 怎麼去建這個model 我們提供一些很基本的 然後你可以去tune一些參數 想辦法去玩玩看 所以這個東西我們可能不 就是除了就是 除了那頂尖的人 他會獲得企業每一個機會之外 我們也希望他將來 就在教育方面 也可以有一些比較強的功能 對 我完全不懂的 我們就有點像這個 比如說CACO的TATANIC 對他會給你一些基本的這個教學 然後你可以去玩玩看 然後去培養你的這個能力 所以這個兩邊的角色 就是有沒有什麼設限 就是說八包方有沒有什麼資格限制 這個還接案方的問題 目前來講的話 就是以觸體方來講 我們就鎖定國內企業 因為我們沒有像CACO要做到全世界 CACO的模式走的是贏貨兩氣 你把kernel丟出來 對方把獎金交出來就結束了 那我們這邊其實主要就是做 幫這個local的企業 找到local的solution都發展 對 那最後雙方他可以一起合作下去 我有一個問 就是這個計劃預期會做多久 然後第二次 是 如果就是剛剛在想說 如果中國的網軍來大量功課這個 你們會怎樣去拿 第一個就是 這是一個四年的科專 去年是第一年 其實我們大概去年八月正式Lunch 然後DP題目是那時候上來 所以今年是第二年 那我們其實可能下半年 還會嘗試做一些新的東西 因為這個有一些新的金屬研發在裡面 舉例來講 我可能把某一個競賽環境 放在封閉型的環境裡面 比如說某個金融機構或者是醫院 因為有一些資料不適合做公開比賽 對 那我是不是可以遠端這些比賽的人 他把演算法丟進去 但是我幫你跑 但是我告訴你結果 你連資料都不能看到 因為你看到資料的話 你print screen 你可以把一些東西帶出來 對 所以我們可能會考慮就是 建設一些新的技術出來 對 那關於這個中國網軍的這個部分 第一個 目前我們有國際design 國際design 我們是當然 這個中國的解題者我們也歡迎 但是本地的最後媒合 其實我們最後在 比如說做的結果不錯的狀況之下 那我們會發email出去 會詢問解題者 你有沒有興趣參加媒合會 你起碼人要在台灣 你才有辦法參加這個媒合會 對 那如果他不response 或者是說他可能在一個很遠很遠的地方 那就很抱歉 對 請問那個如果四年科專結束的時候 那這個平台會怎麼樣 還不敢想那麼遠 不是啊 就是 如果他做起來應該就是Part2吧 如果沒有朋友做起來 對 對對這個 要不然先把錄影題關掉 先關掉我們就可以撐市場對不對 沒有沒有 這個東西當然現在也有可能就是說 我們看看這個國內有沒有這個收費機制的市場 但是如果各位去看Caggle Caggle當初他拿了1400萬美金 然後他開始Rub 他開始承擔 他 我舉可能兩年前 因為現在不準 他被Google買下來以後 他都真的很快 他在還沒有被Google買下來之前 他大概有20幾個員工 然後一年的營收根據Crunch Base 大概是530萬美金 但是他一年的話 大概 總成本大概要800萬美金左右 也就是說他一年還要超300萬美金 那Caggle已經是 就我們知道他是從獎金抽成 躺燒點也拿錢 然後上架也拿錢 他還有自動上架機制 你自動上架所有東西你自己處理 他還是在抽一筆費用 以這種狀況來看的話 其實 以這種競賽的平台 或者Match Making平台 要做到賺錢 倒是蠻笨難的 對 那你這個沒有自動上架 我們正在考慮建制中 但是這個是秘密不方便 這邊透露 對 有一些廠商如果他有自由能力的話 我們會考慮讓他自動上架 不是 有可能要需要審核之類的 對 需要審核 比如說 對 已經說題目嗎 還是 比如說他可能自己有大數據處的人員 對 他把資料都準備好了 比賽方式也設計好 那我們有一些既有的Evaluation方式 目前可能快20種Evaluation的方式 你可以自己來選擇 那這種狀況的話 其實是可以做企業自動上架 可是中間當然要一個審核的機制 對 那這個部分的話 其實我們還在研究 因為講實話 我們剛剛既然講 我們其實主要一個Mission 就是開發傳統 中小 一些可能沒有接觸過AI產業的這些公司 他做AI可能都沒有這個能力了 那何況說你還要他自己去設計領路上架 所以我們可能會從比較 已經有合作好幾個case的客戶開始 他如果有大數據處 AI處 他有這個能力的話 那我們考慮就是會先讓他們 用自動上架的方式上去 對 不過這個可能不見得是經驗 對 可能要遠一點 還是就要能力還是能力 要要要要 對 要不然的話 你可能放上去一個很奇怪的題目 然後對 然後去打比賽的人也覺得怪怪的 那這時候 我們平台相對來講 還是要有一些什麼責任在 還有什麼問題 我們謝謝史先生 謝謝